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场炫富 两败俱伤 金池长老不知道才不配得 必有余秧 孙悟空不明白刻不离祸 才不露白 两人更不懂的是 内心强大的人不会凭借外在彰显自己的价值 而是内心的风营 活出生命的高度 历史上 梁武帝摘见念佛 十分虔诚 曾下令建造许多寺院 塑造许多佛像 据记载 当年达摩来中国弘扬佛法时 梁武帝忍不住炫耀 我如此推崇佛教 功德大不大 达摩回答 无功无德 梁武帝听后 觉得话不投机 拂袖而去 当他听说达摩是释迦牟尼佛的二十八代正宗传人 差人去追时 达摩已成芦苇过疆 《小窗幽记》里说 让利精于取利 逃明巧于妖明 积德行善 不是为了炫耀功德 而是心静心安 以善举 谋善明 离功利心尽了 自然就离佛心远了 还有这么一则故事 唐代诗人张孝彪 几次参加科举都以失败告终 后的礼身勉励 终于尽是极地 心愿达成时 张孝彪得意洋洋的写诗赠给礼身 诗的大意说 考中近世的自己 像被度了金身 一定要让世人擦亮眼睛 好好看自己 礼身毫不客气地回诗 只有假金才需要度 真金无需麻烦 《维炉夜话》里提到 有才必掏藏 如魂金蒲玉 黯然而日章也 一经里也说 谦谦君子 卑以自目 得意忘形 只会固步自封 心存敬畏 方能行至高远 智者不嫉妒 在《东野归吾》的《恶意》里有这样一段话 我就是恨你 明明你是我最亲密的朋友 明明你是那么善良 明明你知道我猥琐的过去还帮我保密 明明你一直在帮我实现理想 可我就是恨你 我恨你抢先实现了我的理想 我恨你优越的生活 我恨当初我如此不屑地你如今有了光明的前途 我也恨我自己的懦弱 我恨我自己运气不够才能不够 我恨我自己还没来得及成功就得了癌症 我把对我自己的恨一病给你 全部用来恨你 有人做出了更加形象的比喻 一棵树极度另一棵树 恨不得变成一把斧头 培根说 人可以允许一个陌生人的发迹 却绝不能原谅一个身边人的上升 极度往往来自于对身边人的仰望 复旦大学的陈果老师 就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自己有一段时间 过得春风得意 但是朋友见到他却总是闷闷不乐 一次促膝常谈 两人敞开心扉 陈果问 我过得好 你好像并不那么开心 朋友回答 我希望你过得好 但我不希望你过得比我好 人们极度的往往不是陌生人的飞黄腾达 而是身边的人过上比自己还好的日子 这就是极度效应 你的身边一定也有这样的人 你工资高 他就忍不住挖苦你 挣那么多 干得肯定也不开心吧 你容貌尚成 他在背地里嚼舌根 长得漂亮算什么优势 活得漂亮才是本事 你能力突出 他私下里拉帮结派孤立你 你人缘好 他按键商人泼你脏水 看过这样一段话 当你接触的人越多 层面越高 就会发现 越高端 越有教养的人 大都相互支持 抱团发展 因为你好了 大家都好 越低端 层次越低的人 越是喜欢诋毁嫉妒 相互拆台 彼此鄙视 因为我不好 我也不让你好 其实 从嫉妒别人的那刻起 也就轻易否定了自己 一己夺人 所见只是井中一鱼 以人夺己 所懒却有万里长空 嫉妒别人 不如优化自己 承认别人的优秀 是自己走向优秀的开始 人者不抱怨 作家薛小禅 曾经写过一个故事 同学聚会 大家盛装出席 席间 众人抱怨房价太高 工资低 生意不好做等等 只有一个打扮寒酸的女同学 一直静静微笑 大伙都知道她的情况 她下岗了 丈夫又出了车祸 她一个人打几份工 甚至晚上 还要在歌厅的卫生间旁 为他人递热毛巾赚钱 她没有抱怨 而是劝大家 多吃菜啊 看这些菜多好 浪费了就可惜了 薛小禅问她 你怎么能这么平静呢 她说 已经很好了呀 薛小禅不解 她回答 我下岗后 马上就找到了工作 孩子很听话 丈夫捡回了一条命 身体也越来越好 这多好啊 老板准假 让我参加同学会 我又见到大家了 多高兴啊 薛小禅感叹 已经很好了 这是一句谗语呀 抗议的这段时间 我每天都在家办公 一大堆事情急需处理 可身旁拿着玩具的儿子 一刻也不停地折腾 厨房里锅碗瓢盆叮当作响 注意力无法集中 任务进度上不去 我大发脾气 真受够这种日子了 等我静下来时 母亲在一旁 轻轻地说 你在家就能办公 能吃上妈做的一口热饭 随时还能抱抱儿子 这种日子难道不好吗 那一刻 我如梦初醒 是啊 已经很好了 家人闲坐 灯火可亲 有人爱 有事做 有所期待 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 已经是莫大的幸福 当我们埋怨工作 太麻烦 却不止有人 刚因企业倒闭而失业 当我们抱怨在家太无聊 却不止有人 正躺在病床渴望回家 当我们嫌弃 父母太唠叨 却不知有人做梦 都希望一家团圆 琐碎的生活里 藏着最纯粹的幸福 幸福不在远处 就在身边 很喜欢林清玄的这段话 以清静心看世界 以欢喜心过生活 以平常心生情味 以柔软心处挂爱 生活并非求人得人 但每个人都可以成为 知足惜福 心怀感恩的人者 余生 愿我们都懂得 地低成海 人低为王 强者不炫耀 成就他人 做好自己 智者不嫉妒 清静欢喜 珍惜当下 忍者不抱怨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点赞或留言 表达您真实的感受 并且分享给身边的人 最后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你们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当你在我身边 记忆着竹容颜 你微笑的脸 是最美的诗篇 往事已默默重演 映在你的眉眼 你对我说 月光下要坚强 时光 吹散了少年 梦想 在爱中点燃 落变成 轻轻飘漏 在你的脚边 那是我们一生中 最美丽的遇见 我一直在认知 寻找你消息的脸 用尽力气 努力奔跑 只想再看你一眼 盛开曾经记得花 在旋软凋谢绽放 是爱那么勇敢 我是你最亲爱的笑 来陪你看满天星河 你给我一颗种子 让我许愿你会回来 用力握住你的手 做你微笑的天使 等待我会盛开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